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市场分析员小桃 我又来了 今天我们先对FRC第一共和银行的事件去做一个更新 昨天这家公司的个股下跌了50% 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再次下跌了30%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今天再次大幅度的下跌 地区性银行是不是接下去还会有更多的累回爆出 然后在昨天的视频下面有一个CEO问我 我好像从来没有聊过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 今天正好我们借高盛的一条新闻 去聊一下美国债务上限的这个问题 特别是对于股市的影响 最后当然是今天少不了的一段内容 就是对于个股财报的分析 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meta盘后上涨了11% 从上一年最低点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将近250%的上涨幅度 从meta的财报 我想引到推特上一位大V Fidelity的一位director Julian 在他今天的推里面 他想表达的是如果市场对于接下去美股 EPS的预测是正确的话 那最近这一段时间美股的上涨是完全合理 并且美股在上年的10月份就已经见底 所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在背后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 好吧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 各位CEO记得先点一下你们清醒的赞 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走势 美元小幅下跌0.4 美债收益率两年期基本没有动 10年期上涨了5个基点 长期美债的收益率今天也是上涨 所以TLT是下跌 所以昨天的收盘是美债收益率下跌 同时美股在下跌 今天的收盘是美债收益率 特别是长期美债收益率有小幅的上涨 但是同样伴随着标普500是下跌 纳指反而是在上涨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没有必要去过度解读当天资产 价格互相之间的一些走势和关联性 如果要观察这一个相关性 可能把时间线放到一个星期一个月 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段来帮我们去做这一个判断 比如举个例子 在过去一个星期 我们看到美债的收益率在下跌 美元也在下跌 同时塞纳指数也在下跌 包括原油的价格也下跌了6.1% 那是不是意味着市场在交易衰退的这个逻辑线 如果是的话那有没有一些宏观的数据去支持这一个逻辑线 这可能是我们背后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今天三大股指的走势 纳指上涨 其他两个指数下跌 主要还是因为微软 理论上来说 昨天谷歌的财报也是好于市场的预期 但是今天收盘仍然是泛红 最后是板块这边的走势 基本还是围绕着微软昨天的财报去展开 比如和AI有关的芯片板块 通讯服务这一块主要是因为mata 然后我们就先来聊下 第一共和银行这家公司今天继续下跌了30%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今天的新闻 美国银行业监管机构 现在正在考虑下调第一共和银行的评级 如果这个下调是真实的话 这可能将会限制第一共和银行 在美联储这边得到信贷的能力 然后这篇文章下面的解释是 FDIC其实一直在等待第一共和银行 通过变卖他们的资产去降低他们资产负债表上面的杠杆 但是最近几周并没有交易达成 至于这背后的原理 我在前几期视频里面有和大家讲解过 今天我再给大家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对于第一共和银行来说 他们原来融资的这个渠道就是存款 而且这一个存款的融资成本其实非常低 有些存款的融资成本其实是0% 但是现在因为这一次SVB的一个事件 我们看到有将近1000亿美金的存款 从第一共和银行外流 所以当这一部分存款外流之后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取而代之的是第一共和银行 从美联储这边 无论是贴线窗口也好 还是紧急贷款工具也好 现在用来替代前段时间 1000亿美金的流出就是美联储这边 短期和长期的贷款 所以原本对于第一共和银行来说 他们以0%的贷款利率 从存款者那边去借钱 然后可能以3%4%的利息 以个人房贷的名义借出去 而他们赚的就是这中间的一个利差 可能就是在3%到4%左右 取决于他们贷款的这种方式和形式 或者不同的种类 但是如果现在突然之间 他们贷款的成本要上升到 4%以上 那就意味着原本他们以3%至4% 这个利率所借出去的这一部分 个人住房贷款 现在就已经不make sense 所以他们马上紧急需要做的就是 变卖自己手里一部分的资产 拿资产去换成一部分现金 然后拿这一部分现金去 把他们在美联储这边借的钱 去还掉一部分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降低 他们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杠杆 因为从美联储那边借下来的成本实在是太高 所以今天的这条新闻感觉有一点诡异 诡异在哪 诡异在感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包括美联储 想要逼着第一共和银行去变卖他们的资产 如果你不变卖 我就把你的信用评级往下调 如果信用评级往下调 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从美联储这边获得借贷的便利 如果你没有办法获得借贷的便利 那你还是要变卖资产 所以感觉最后还是便宜了那些有能力可以去收购 或者购买第一银行资产的这一部分大银行 而现在监管机构感觉想要去加速这个过程 最后针对这条新闻 FDIC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发言人都没有对他进行评论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债务上限的问题 今天据高盛的统计 美国税收的这一个收入突然比预期的要高很多 所以原本预期最早财政部有可能在6月份就会发生违约的这个可能性 时间点可能会往后延 有可能会延到7月底 那债务上限对于股市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理论上来说债务上限对于股市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对于债券市场有比较直接的影响 比如在前段时间 推特上讨论非常激烈的一个问题 一个月到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大跌 美债的收益率大跌代表美债的价格上涨 背后有更多的买家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背后其中有非常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如果市场预期 财政部最早在6月份就会发生违约的这个可能性 那在当下4月份的这一个节点 比起去买一个月到期的美债和三个月到期的美债 市场会更偏向于前者 因为去购买一个月到期的美债 并不存在财政部有可能会出现违约的风险 只要是一个非零的可能性 在市场参与者这边看来 它就是一个风险 所以这是第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就是因为债务上限已经快要到期 所以美国财政部不可以向市场上继续再去融资 那也就直接导致整个市场直到债务上限网上提之前 美国财政部并不会向市场里面去释放额外的美债 任何一个市场价格都是由供给和需求端去决定 如果美债市场这一块短期之内 我们假设需求这一块并没有改变 但是同时并没有额外的供给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理论上来说 美债的收益率少了一个上涨的动力 当债务上限开始往上提之后 美国政府又可以开始继续融资 又可以开始继续增发 其实对于价格是有一个向下的压力 如果美债这边价格下跌 也就意味着美债收益率可能要上涨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Meta的财报 首先先来看一下他们的盈利和营收 营收比市场预期高了3.5% 盈利比市场预期高了将近10% 很多CEO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 如果我们去看他们EPS的增速 第一季度EPS同比的增速是负的20% 凭什么一家公司EPS同比增速在负的20% 但是盘后的股价却能上涨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场永远是向前去看 如果从同比这一个角度去看 Meta最差的一个财宝 其实是上年的四季度同比增速在负的52% 而如果我们去看接下去三个季度 市场预期EPS的增速在23% 79%和123% 同样市场对于2025年 P1的这个预测在14倍左右 其实我知道有相当大的一部分CEO 当看到市场对于今年 接下去三个季度 EPS的这个预测 还是正增长特别是79% 123%的这种增长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怎么可能 而且下半年不是说经济还要进入衰退 凭什么Meta EPS增速还可以那么高 其实Meta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前段时间特别在昨天 我记得我还有和大家分享过谷歌 在前段时间 我有和大家分享过整个科技板块 所以今天我觉得 与其我们去感觉下半年会有多少的一个增速 或者我们不同意市场或者同意市场 不如去看一下凭什么市场觉得Meta第四季度可以增长123% 这背后所做的一些假设这些数字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根据这些数字再去出发 去判断这每一个数字是不是合理 那我们就一起详细的去看一下市场到底凭什么那么乐观 主要我们看两个季度 第一个是2023年的Q4 第二个是2022年的Q4 先从市场预期去出发 看Diluted EPS 2022年Q4是在1.76 市场预计2023年Q4是在3.38 同比的增速是将近92% 为什么这一组数字和前面的增速不一样 主要是因为这边讲的是快据准则 是EPS 前面讲的是调整之后的EPS 这两者之间稍微有一点差别 但是这个并不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去看一下市场对于营收盈利 包括花费这一块的预期 因为有些东西是公司本身可以控制 有些东西公司本身是没有办法控制 比如说宏观的一些环境或者经济进入衰退 但是公司可以控制的是什么 公司他们的一个花费成本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营收 营收市场预期是在35个billion 同比增速在9.81% 然后营收之后就是cost of revenue 或者营收的这一个成本 市场预期在7.7个billion 同比增速是在负的6.78% 这一点其实也和meta他们消减开支存在一定的关系 所以如果当营收在增长 然后营收的成本再下跌的话 意味着他们的毛利润就会上升 所以营收减去营收的成本之后 我们得到的就是growth profit毛利润 市场预期2023年Q4的毛利润在27.6个billion 同比增速在16%不到 有了毛利润之后我们接下去就是看他们运营上面的花费 total operating expense 2022年Q4这个数字是在17.4个billion 市场预计2023年Q4这个数字是在15.77个billion 同比的这个增速是在负的9.5% 而接下去我们把毛利润减去运营上面的花费得到就是运营上面的一个盈利 叫做opling income 所以如果前面那张图比较复杂的话 我把前面那张图里面比较重要的数据全部总结在第一个表格这边 拿2023年Q4和2022年Q4去比同比营收增速在9.6 毛利润上涨幅度在16% 运营的这个费用下跌9.2% 所以最后得出运营上面的一个净利润是同比增长84.4% 这一个同比增长会比较接近于eps的这个同比增长 但是和eps也完全不一样 eps我们看的是净盈利net income 但是我们这边看的运营的净利润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市场对于今年第四季度的预期 那接下去我们要问自己的是 如果下半年经济出现衰退 这四组数字其实主要是这三组数字 因为最后的运营净利润其实就是一个减法 它并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假设 准确的来说就是这一个营收是不是合理 毛利润是不是合理 运营的费用是不是合理 那接下去我做了一个压力测试 我做压力测试这背后的一个逻辑是 我们知道即使今年下半季度如果经济出现衰退 有一样东西公司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他们在运营这边的费用 在这一次财报里面小扎说了 第二轮裁员已经结束 5月份他们将会执行今年最后一轮也是第三轮的裁员 所以公司在运营费用上面的控制有非常大的确定性 那在这一个压力测试里面我就保持这一个运营费用不变 然后我在这个压力测试里面我改变的是什么 我改变的是他们营收的预期 如果下半年出现衰退 那市场最大的一个误判就会在营收这一块 所以我在35.3预期的这个基础上往下下调了10%得到就是31.8 有了31.8这一个营收预期之后 我们拿前面的这个毛利润率78.2% 毛利润率是毛利润除以营收得出一个毛利润率 如果营收下降那同样的毛利润也会下降 但是毛利润率我们假设是一样 我觉得这三个假设其实都是比较合理的假设 那在这三个假设之下 我们得出的一个运营净利润同比仍然是41.6%的增速 而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 我们将会看到mata第四季度营收的这个同比增长是负增长 毛利润这边仍然是正增长运营的费用是负增长 所以仍然可以保持他们运营的净利润同比是正增长 而且这个幅度非常大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衰退一定会发生 或者衰退发生了之后mata他们的一个营收会受到10%的影响 这边更多的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假设给带进去 或者如果我们觉得衰退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mata的营收可能会在现在市场预期的这个技术上下跌20% 省局30%都可以 只要是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第二点我想传达的是 当我们看一家公司eps增速的时候 这其实有一个基数效应在那边 就像我们看通胀一样 最后一点我想表达的是 如果像mata这类公司他们选择猜员 在运营费用上面省下来的这一笔钱 其实是非常的客观 而且对于我们所说的一个bottom line eps这个增速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如果我们看接下去mata他们这边调整之后的运营盈利 这一个季度仍然是负的15% 下一个季度就会来到正的1.24% 第三季度47.7% 第四季度80% 到了明年的第一季度 这个增速又会放缓 因为又会有一个基数效应在那边 所以放缓到23% 18 17.5 第四季度的时候就变成8.12% 我知道很多ceo认为裁员只是短期的一些措施 并没有办法去解决公司长期 比如说增速放缓的一些问题 我其实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但是我们从现在市场的这个预期可以看到 起码mata的这一次裁员可以帮助他们很好的去度过接下去的两年 一直到2024年 所以今天我想主要通过mata这个例子 具体去看一下市场到底做了哪些预期 至于这些预期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但是我觉得起码有一点我们可以做的是 我们现在可以拿这一个市场的预期 然后在这一个预期之上再去做一些合理的调整 在做完这一些调整之后 我们再去看一下像mata这类的科技公司 是不是还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出现一个同比高增速的eps增长 而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去完全否认现在市场所做的这个预期 因为我觉得在预期里面有一些受到宏观因素影响 比如说营收 这些确实没有人可以非常的确定说mata今年的q4季度营收会在多少 但是有一些确定性比较高的是公司在花费上面的预期 好吧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给大家一些概念 如果各位ceo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我们再进行交流 所以如果顺着前面那个逻辑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jurian的一条推 他说如果当下这个市场对于earnings对于eps的这个预期是正确的话 当然这个如果他说a bigif就是这个如果的不确定性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们说如果市场的预期是正确的话 那最近这一段时间美股的上涨是完全合理 比如他这边的三条线是历史上美股的走势 黑色这条线是标普500的总回报total return 黄色这条线是标普500p1的变化 蓝色这条线是标普500eps的变化 这张图他主要想说的是股市见底的时候是在p1见底的时候 而在接下去的两个季度6个月左右p1会开始进行反弹 但是与此同时eps会越来越差 然后在两个季度6个月之后eps开始慢慢的上升 其实现在市场最大的一个争论点还是在ok现在p1已经涨了那么多 那接下去我们需要看到的就是eps开始出现拐头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市场就是这么去做这一个预期和展望 而从前面我和大家分享meta的数据去看 其实背后市场的这个预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特别是如果接下去这一类大科技继续发力的话 那因为存在一定的基数效应在那边 今年出现一个正增长并不是没有可能 特别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下半年可能出现衰退而影响他们的营收 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人员上面的减少和裁员 所导致他们在运营上面花费的减少 从而使得他们最后的一个eps并不会非常的难看 最近这两天市场感觉想要回调 但是又被大科技的财报所支撑在那边 如果我们有这一类的困扰没有关系 现在针对美国的ceo我们可以先开一个富途momo的账户 入金1000富途momo就会帮我们免费加仓15股 如果首次入金3888富途momo还会在这个技术上 再帮我们免费加仓一股苹果的股票 并且这一个福利是针对我们华人的ceo 除了美国之外 现在针对澳洲的ceo们也只需开户 且入金2000澳元就可以立即获得10股免费的股票 同时享有180天美澳股免用交易特权 好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找到开户的链接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不要忘了 睡前养成天赞的好习惯 明天见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